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好运都是因自己而生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贵旗要降临的人会出现这三个降照 有一个都要恭喜了 一起来听 人到中年才明白 我们劳碌一生说到底 不过就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 而能不能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其实早有征兆 50岁过后发现这三个降照 往往是贵旗到来的开始 不要不信 一 平心静弃者 贵弃自己 六祖坛经约 心不住法 道疾通流 心若住法 名为自负 内心不执着于妄念 才能活得百般自在 有位学僧每天打坐念经 从不偷懒 但仍然迟迟没有开悟 于是去请示禅师 禅师给了学僧一个葫芦 一把粗盐 说道 你去把水装满这个葫芦 然后把盐倒进去 让它立刻融化 你就能开悟了 学僧充充地一一照办 但是 葫芦口太小 装进去的盐块化不了 拿筷子又搅不动 陈师拿起葫芦 倒出了一些水 然后摇了摇 盐块就化掉了 陈师说 用功再多 不留一丝平常之心 就像这不留一丝空间的葫芦 摇不动 搅不得 盐化不了 物自然也开不了 学僧不解道 那是说不用功就可以了吗 陈师笑道 修行如弹琴 弦紧会断 弦松又弹不出声音 只有取忠到平常 才能得开悟之药 学僧终于领悟 修行如此 人生更是如此 凡是留些余地 才有空间转身 余些时间才来得及思考 一切不急不缓 不紧不松 心平气和 才会发现 所到之处皆为热土 所欲之人皆为良善 一气和顺 则自身贵气 人到五十才能明白 人生济满 凡是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所以心平气和的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才能处事不经 应变有余 贵其自然 追随而来 二 常怀善心者 好运常伴 无量寿惊云 善恶报应 福祸相承 身子当之 无谁待者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聊斋志议里 讲了一个有关 孙碧镇的故事 孙碧镇为人乐上好施 康熙年间为官时 做了很多利民的好事 一日孙碧镇 坐船渡江 忽然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 船上的人们 忽见远处云中 有一位穿着金甲的神人 手拿金字大牌 上写孙碧镇三个大字 人们立即指着孙碧镇骂道 你肯定是坐静 坏事遭天前了 赶紧离开这艘船 别连累我们 恰好旁边 就有一只无人的小船 众人不等孙碧镇回应 就一起动手 将它推下水了 这边孙碧镇刚一登船 回头看去 竟发现先前坐的那只船 早已沉到江中 不见踪迹 人为善 辅将至 善良面对生活 你会发现 好运也常伴你左右 善良的人 总会吸引到很多贵人 幸福其实很简单 你付出了善良 自然也会得到 同样的回报 三 知足乐观者 福气自来 法居精 贪欲生忧 贪欲生味 无所贪欲 何忧何味 人能知足才能常乐 能放下贪欲 才能无忧无惧 能开心的人 福气也就越多 赵判官奉阎王之命 到人间来告知 世人阳寿还剩多少 这天做官的张三 和做经商的李四 恰好碰上赵判官 赵判官姚志玲 对告老还相的张三说 你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 三个月一到 当你顺遂 身体十分康健 恰好这天 还有乡亲们送他牌匾 一时锣鼓喧天 很热闹 那赵判官的灵 想了几回 李四都听不到 仍然活得自在 佛说八大人绝经中讲 少欲无为 身心自在 欲得必有失 人生少欲 常知足 生活自然充满了喜悦 人过五十 活得就是个心态 悲伤和烦恼 只会让自己陷入痛苦 从而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 唯有快乐 才能让自己充满 对明天的期望 充满活力的人 从不会老 五十岁之后 人生开始了另一个阶段 工作和家庭 逐渐稳定 生活也慢慢趋于平静 在这个年龄段里 我们开始慢慢准备 自己老年生活 却总是忽略了 老区的只是年纪 而不是心态 五十岁之后的人 想要贵起常伴 就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享受眼前的生活 才能体会当下的快乐 身心轻松 自然越来越幸福 五十岁不是人生的终点 而是人生另一个阶段的起点 你对人生的态度 决定了人生对你的幸福程度 愿你用一个好的心态 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常怀贵起 平安喜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